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計畫先生 記仁者 講完動漫節,抽完首抽 還沒抽完 還沒拆完首抽 我是很不專業,我是在錄音手抽的 你咬我吃 不過今次我們看的動畫 跟首抽應該有什麼關係 這一套就是劇場版的《Psycho Pass》 我想問一件事,有誰覺得好看的? 靜了 我想說,有誰覺得不好看的? 我 如果這一套叫《Psycho Pass》 我得到多少看的? 那應該不要當這一套是《Psycho Pass》 那這一套也只是不覺不失了 我實說一句 對我而言,這一套劇像什麼呢? 像我在看一些荷里活的B級動作片 那動作場面真的不錯,蠻精彩的 這個我覺得認同 但我有一點點不疑 就是這套B級片 通常你都會有那些所謂觀能刺激的東西 斷手斷腳、砍頭、爆頭 一定會有的 但問題是《Psycho Pass》這些東西一向都有 那我預期就是 如果你玩《Dominator》的話 那你這邊玩真槍實彈 我預期就是多些斷手斷腳那些東西 但我又不太覺得 你想想想一個掃當的難民區 其實你看到明顯的手斷腳那些東西 其實只有兩個位置而已 所以你說他只說B級片 我也覺得不合格 動作B級片不是想要看 你說在德州店在殺人狂 那種B級 看那種Cals那種 我覺得這一套不是嗎? 我想說這一句 這一套觀能刺激是沒有的 這個心力的名題探討是沒有的 關於科技的東西都沒有什麼了 關於社會也沒有 所以如果這套東西不是Cycle Path 就是整個角色都沒有了 是不會看的 所以這套東西至少掛了Cycle Path的名字 都騙到少少人去看的 這些也有原用 想看看新歌也沒有 有首新歌的 我覺得最大問題其實是 這套東西 他仍在找Cycle Path的主題 應該是西比斯系統來編思 但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這次區縣是元朗還是什麼 還是他親手掃到 那個系統是說什麼呢 沒有的 我很想打他念 不過我自己發覺我還是打不到他念 這是很正常的 事實上 Season 1 結尾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覺得那個系統好像很不合理 但它維持世界的安全 或者所謂的假假的和平 是捨棄不到的 正正是最容易 這種烏托邦星的社會會出現結局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它是講完了 是的 根本是家族寫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就是 第二季的故事 第二季故事說什麼 其實是第一季的複製 複製多一次出來 添食 然後很難到劇場版 劇場版就說什麼 西比斯開始覺得什麼 我的系統已經很成熟 然後就想開拓這個海外市場 就是大東亞共鳴圈 差不多的了 他也想去借機侵佔 他呢 要不就盡一點 去到Imbed 全世界對西比斯都控制了 都發覺得少數 或者更好看 一個城市的試用點 其實我最初看劇場版的預告 我真的以為是這樣 我以為是全地球變成了西比斯 然後長手珠 紫雅那些都走了 做反抗軍 我以為是這樣的 誰知道是這樣的 豬姐怎麼會走的 浪費氣了 我都講過一萬次很多 這個節目沒有一萬集的 不好意思 憑豬姐的性格 他只是會覺得他 你欣著來 他最後 他最後 這套東西的最後 就是說西比斯系統 將會接受一個嚴峻的考驗 我說 我要多看幾多集Cycle Pass的劇場版 我才會看到這個試練 等於看《未來戰士》 他不斷說 I will be back 你可以back幾多集 不如跟我說清楚 好嗎 糟糕了 如果像《未來戰士》 還可以重啟那個故事 平衡時空 你不覺得他現在真的在Terminator 我覺得很像 沒有 豬姐其實可以做的事情不多 這個角色一直都在掙扎 就是被他說 真什麼集 沒有掙扎 其實可以隨時按一個suitdown 就是他不按 我都說那句 他是在等什麼呢 第二季裏面 講過的那個決定 我只要做夠十年 我就可以在厚薪省當中 有個高官厚職 他現在其實在這裏 正在做 他又知道 上面一定不會解僱他的 他有個suitback指數 就一定沒有事 沒有的 他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所謂的掙扎 他是那種 我覺得這個西比斯系統 其實是很不可信的 我不信任他的 但我要在體制裏面改革 然後我就要 所以我完全不認同 如果你有改革的話 他應該是有行動的 講回第一第二季 我接講劇場版 劇場版他做了什麼 當本裏面 發生了恐怖襲擊的時候 不是恐怖襲擊的 有武裝集團 偷渡進入日本國內 嘗試恐怖襲擊 但失敗了 對 然後被人恐怖襲擊 對 就被人先搞定了 然後 住者 回到家 然後突然間 金法雅打給他 然後就說 商月那邊 因為局長下了命令 就要這個審問 就要用這個 記憶劃取的方法 一個不人道的方法 大家都在畫面上會看到 那個人是 記什麼憶劃取的 不如說 你割了他的腦出來 然後拿去分析算 沒有 那個一幕 所謂的畫廠應該只是 純粹用了行刑 逼供的方法 隨便 不過不要緊 然後朱姐說 我很憤怒 做這些事情 當然是 然後跟著他理論 其實他可能轉來做動物權益 不是 朱姐在這套 繼續做一個事情 這個就是民主鬥事 他也是覺得 西比拉系統 你做的事情是犯法的 你這些就是法律 我覺得 你侮辱了民事就吃 他頂多是賤滿戰士 你侮辱了劍盤才死 他的劍盤只用來打PASS 之後就沒有打 你不可以這樣 人家自小拿著把槍 他比那些股票行的師傅 一次次都是 拿著一大條道理跟你說 然後說 這樣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然後人家說 是呀 怎樣 你吹呀 然後他說 接著你 I will be back 想同於是什麼呢 媽媽看著兒子 兒子打爛了東西 然後媽媽很兇的 我告訴他 臭小子 又打爛東西 然後下一句 下次不要 不是呀 很有趣 I will be back 為什麼呢 第一季尾 終會有人認識你機 第二季尾 終會有人認識你機 現在又是差不多 你終會被人挑戰 全部就是把每一集的terminator 一句I will be back 經典的slogan 講的那個位置 天王 會回來的 再延遲三年 再延遲幾年 你已經明白 在三輯裏面 除了這一句 有一句句子 都是出現了三次的 常守珠 在我們系統裏面 一個很優秀的樣板 這個樣板當然是優秀 在你們的系統上 怎麼不優秀 三次 三次的事情 都是他搞出來的 三次 那個人都不認識他的機 喂 那這傢伙告訴你 就是什麼 老實說 你除了想殺他之外 我覺得你做什麼 他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難聽說的 他反過來 像人獄西比斯 西比斯之母 難聽說的 事實上他也是想說這件事 西比斯都是說 你越挑戰我們 就越有進化 當然他會收回他的國有 甚至他 成為八佬會的其中一員 我或者這樣說 整個故事裡 尤其是你去到劇場版之後 朱仔一開始 你說第一 第二季 他還說 站在一個監視的身份 第二季 其實這個監視的概念 已經模糊了 其實 同流合污 用你的說法 然後第三季 現在那個態度是什麼 他是去到什麼 他是去到什麼 他質疑 啊 子咬 究竟他現在做的方法 然後我覺得 你是已經開始被洗腦了 我覺得他的質疑是不正確的 他都知道這個系統不是完美的 然後人就是有這些不同的意志 他都清楚了解,他都見到很多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裡面,他質疑了一個道德高地 去到之後,第一句跟刺耀說,你這樣不行 不是喔,我覺得其實這套東西裡面,他道向那個方向有點怪 你看到,純有諸他刺耳,其實是用習學教授那個說法 其實他是走向彈道勝戶的方向 他所說的說法就是,你看到這個劇場版裡面 他所說的恥硬,你不完全覺得他是一種很純粹地反西比斯系統的角色定位 哪怕在故事的定位上是,但是在故事裡面描述這個人 其他角色對他的側寫來說,他是一個魅力型,會散發這種吸引力的人 其實他轉移了去講彈道勝戶 而反過來,你見到純手珠跟他說 你這樣在學彈道勝戶的?你這樣都會催向滅亡? 其實他們不是在討論西比斯系統的 老老實實,其實這個純手珠一直在做 純手珠對他做的事其實都是出於一些很個人性感 很個人的事而已 老老實實,他都很掛念他 他才是說,他一個變成一個我不是在我相信中的人 我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問題在於這個故事,歸根究竟的原因是什麼? 阿常守珠就因為懷疑那些武裝分子是刺咬派過來的 然後刺咬在他面前,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每次都嘩我才行 然後他都說 你嘩我都要有證據才行 然後他就說,我始終都要逮捕你回去 然後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喂,之前你來抓我,反西比斯 就是想破壞這個日本的和平 所以我才來抓你 然後他就說,喂,不關我的事 那他的樣子就說,我相信你 OK啦,我相信你 我都沒有證據,我又沒有理由 我又很難屈你 然後他都說,我依然要繼續逮捕你 然後我說,你現在去那個就疑似泰國的國家 柬埔寨 對了,楊寶寨是甚麼? 刺太過多 全都沒有人 我都不太能分辨 然後他說,我在外國國家去搞其他東西 就算老實說,我真的要學譚盜勝戶也好 關你甚麼事 因為他派去出國的理由就是調查軍 他就是說,如果影響日本的話 我說知道你死 而且他是沒有抓捕權的 他派去調查 這樣查了都不關他事 我覺得這樣呢,江市國家的耐性就不好 他那些叫調查嗎 調查就是在那個嫌疑犯面前 你有沒有做過?沒有做過 這些叫調查嗎? 我都不覺得是調查 如果你用占士邦室的調查 應該就會上床 現在他根本上就是今季那套江戶村亂報 他那種,我覺得朱姐那種 朱姐那種 朱姐那種 朱姐那種純粹就是想知道現在次爭 他在做甚麼 純粹就是借這個調查為名 但實際上就是接觸這個男人 他想像私奔 剛才那個,我告訴大家 他已經沒有捕捉他的理由 老實說,這個國家就是這麼亂 然後你明知道西比斯系統是一個充滿缺陷 他可以是令一些大部分的分針 用他的權力或者用他的手段 去壓制下去,而做出一個表象的和平 然後在其他國家實施這個系統 有些人不妥他 然後就是甚麼呢? 說不行的,你不可以反抗 其實朱姐那種說 你為甚麼要帶人反抗呢? 那有人死了 有人死就不好 那你就像譚祖聖戶 然後我說,老實說 其實你有多了解譚祖聖戶呢? 在第一季來說 我告訴你 最理解譚祖聖戶的那個人 那個人有多似爭 只有似爭這個人 可以有權力去說 就是說 你好似譚祖聖戶 第二季是闖監的博士 一集合佛教授 不是這樣說 其實朱姐由頭到尾 在這一套電影裏面 三個字已經說完了 他就叫做 恥爭老 甚麼是恥爭老 即是見到 我兒子終於找到你了 過了這麼多年 然後就衝過去找他 然後就說 你變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為甚麼可以回到以前的關係 一說一來就說 我都不是的 其實他原來又不是做了這麼多壞事 那不要緊要 講一下講一下 我又覺得他那些反抗民主的東西說得不錯 於是我就衝了回去 去找回那個 在那些獨裁者的軍閥區域裡面 就跟那個當權者對質 發覺原來是西比拉來的 不要緊 但是因為我被恥爭死了老的關係 所以就跟他說 你要讓人民有這個普選的權利 去選擇這個法律 但是其實朱姐為甚麼會這樣想 是沒有人知道的 除了我被這個恥爭講了幾句之外 大家是不明白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朱姐 其實要深歸的恥爭 就完了這個故事 基本上他沒錯 我覺得 我也是 剛才 鏡花其實說了一件事 朱姐說了一個很漂亮的字 我們是不接受獨裁主義的 我們接受一個是民主授權 不是很荒謬的 他不是那個國家的人 他來這個國家幾天 可以代表全國家人民來說 我們這個需要普選決定 是不是用西面才行 他是用一種叫做放諸四海而皆準 就是這個所謂的民主 普世價值 就是這件事 但是他的普世價值很奇怪 他一直在暗示一件事 其實朱姐說 你不可以獨裁 但你可以是 大民主 真獨裁 但是朱姐說 我明知道你會贏的 好好看看 做一件事 你收給我看 你不要說這傢伙有罪 然後你應該說 各位陪審團 他有沒有罪 即是全部陪審團 都是你的人 我明白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叫北韓 北韓裡面有一個金正恩 而金正恩是普選出來的人 他是否獨裁者 他真的普選出來的 他100%投票 100%投票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比他更加強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說 朱姐根本就知道了什麼 他在說 我是在教你做事 西比斯系統 你懂不懂什麼叫做 籠略人心 假裝就要像我一樣 我一開始講了一大張道德高的說話 然後我跟那些人說你不對 那些人一定沒有聲音 在形勢上來說 那個人比你強 很簡單的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搞普選 但問題是你想想 城裡面的人 當然是選擇城 不會發脆 因為那些人 我無法投票 那我投票真的沒有棄權 那你說是否100% 一定是 首先我要說一件事 這個 朱姐就是一個西方 對不起是東方 是東方的民主使者 去解放這些未開發的國家 令他有民主自由的氣息 我覺得你們這樣錯誤了 理解了他 這些普世價值 怎樣可以針對 你們反普世價值 反民主是不行的 但你要知道這個普世價值 是朱姐定義出來的 實際上這個是否真的 普世價值 也不知道 因為西比斯那裡一直是說 在現在這個國家裡面 不是被人殺死 你就不知道是什麼死 總之你就一定要死 但是 叫做什麼呢 如果在我統治之下 你最多都是變成便宜獄賬 其實 他在說那些人 他們可以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就是說西比斯系統提供一個世界是什麼呢 死亡的方法 除了自然死之外 或者是突然撞車死之外 即是交通意外之外 那些之外 只有一種死法 就是被槍射死 總比他現在的世界 更好 就是逛逛逛逛 除了被車車死 或者是突然之間 心臟命法死之外 就是突然之間 有人在後腦裡 砰你一槍死 我覺得有點不同 我覺得他的感覺是什麼呢 西比斯就是一個 只有Dominator可以處理的 殺死你的 如果你有事 要是可以不殺死你的 但是扔你去那些設施 才會混 但是現在私人這個國家 又怎樣呢 就是這個國家很動亂 很動亂 所以人身安全 沒有保障 周圍打仗 隨時徵戰 軍閥等等 即是戰亂時間 怎樣還死都可以 即是完全是一種很人為的意外 所以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這個case 這裡是缺乏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甚至大家其實都 剛才有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 朱姐是沒有問過 當地人的任何人的意見 你就告訴我 我就覺得什麼 每天去Rambo的生活 就很開心 你現在突然之間 就是什麼 現在變成吃肉醬 就死了的話 老實說沒得避 Rambo第一滴 你試試拍到Rambo出來 如果是這樣 他第一槍就死了 那個位置那裏就是 這個國家裏面 伊文其實在故事裏面 有機會的 照顧他那位的博人 是帶著了 他是潛在犯的頸姑 我一直都很懷疑 很懷疑 究竟他做錯了些什麼 要朱姐要這樣對他 啊 朱姐沒有對他 為什麼要這樣死 那個case其實是很奇怪 首先就是朱姐那位 他有最佳在劇情裏面 可以接觸的角色 就是這位女僕 但是 他是完全沒有接觸過 然後 這傢伙是沒有問過他議員 然後告訴他 接觸就死了 不是 本來這裡的故事就是 在這個 叫做 城市裏面 如果潛在犯 就一定要戴鏡褲 然後 然後 之前 朱姐有問過他 你在這裡生活快不快樂 然後他就說 很快樂 就是 無比的快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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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戴著一條頸箍 都說無比的快樂 不是 然後他就說 想起都已經濕透了 然後 然後 這句是現在 不是 他濕透了 眼淚 這件事可能就不是說謊 可能他在一個戰亂的國家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生活真的很慘 戴了頸箍之後 可能真的生活好了 沒錯 正正就是這件事 然後朱姐沒有問過理由 然後就解開他的頸箍 然後說 我有問題要問你 然後 那一人惡言 你 你幹嘛解開他的頸箍 我就說 究竟他做錯了什麼 朱姐要這樣對他 但沒事的 他解開頸箍那一刻 但之前那時候 他已經陰了朱姐的鑊 他已經放了藥 在那杯茶裡 不是 理論上搞了頸箍 就是等於原來 只是有事求他 去做事 但問題是 這個瀑布未做完 朱姐已經想起了你 你沒有問過他 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你又不是說 這個人他就覺得 如果問他快樂 他好像臉有難色 然後就說 其實都快樂的 如果對比以前來說 都快樂的 不過 不是 其實是這樣說 你想說的 是你沒有問過他接觸到這個國家的人 那個情況 其實最理想法的劇情 甚至我看到 其實他投了出來 但他寫下筆的時候 問題出現的地方就是 Suppose 朱姐這個角色 其實應該接觸這個國家 兩個層面的人 第一個層面就是 軍政府層面 是的 軍政府那個社會裡面 雖然是帶頸困 但是和平生活的 有階級之分 他看見 觀察到這個社會 第二層面 應該是外面 是戰亂分飛的 是叛軍那邊的 那些人有什麼想法 朱姐聽完兩邊的意見 然後最後 歸納到一個意見出來 去跟那個人對質 但完全沒有做到 是完全沒有做到的 最後 OK 我敢說這件事 現在朱姐的性格 她聽完之後 我現在很民主地 收集了各方的意見 我自己的腦裏 就會出了詳細的檢討 但是 然後跟著 會跟我讀台警告 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 你這樣做 我也怪不到你 你明白 她沒有聽過意見 她是不會說乾地語言 她只是 有翻譯 但她沒有問過 你見到 那她死了 那她是用觀察的 這些人 當作調查團 政府我們有個調查報告出來 總之你跟這個project做 我給你 問題仔 我們的前程都是說 朱姐是知道 西秘斯系統 不是一個完美的系統 外面的世界 都不是一個完美的世界 他的制度都是不完善的 叫做什麼 其實朱姐是一個很先入為主的概念 就是什麼 至少你死 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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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死 在外面有捱窮 有捱餓 那些 可能你會開心些 但是 她是無視了人的意願 她認為這樣 是對 這個根本就是 她個人的 腦補角度 判斷 就是單純 野生動物在外面 可能被獅子老虎吃 好招不保值 進了一個籠子 就很安全 但是進了一個籠子 就是他們想要的 就是 豬 牛 在外面很危險 只是成為人家的食物 給我圈養著 至少她 起碼有十年好的生活過 然後才被我剁掉 你有沒有問她的豬 那豬 可能最終的希望 就是給人家吃 你脫奪了這個權利 你有沒有在那個城市 心間世作 去教一些豬 告訴你你現在是豬 沒有 這樣說 其實 她一個豬姐 最後跟西比拉對質 她前半的說話 都是OK的 她說西比拉 你在犯法 在做變相的侵略 對這個豬姐 做一個刑警 這件事是合理的選擇 這件事是合理的 她是不容忍犯法的 她也不喜歡西比拉 凌駕了整個法律系統 但你要明白這件事 你剛才說認同她的一件事 就正正是 你最不喜歡她的一件事 因為在最後的片尾 豬姐就是說 沒錯 你不可以說 你說這些事情 這樣做不是犯法 這樣叫不犯法嗎 法律是要由人民認同的 但反過來 豬姐是沒有徵求過這個國家 他們人民所支持的 所以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豬姐後面 她那堆法律 是要人民認同的 那些事情 是不應該由豬姐說的 其實應該由 Cogami去說的 OK 因為她作為這個 聽取了 你在西比拉系統的兩年 在做這個 明白到政府的真面目是什麼 去做反抗軍的人 由她去說 這句說話 是很有說服力的 當然Cogami是不可以說的 因為她是不知 西比拉系統的真面目的 所以 這個時間 豬姐是失職了 你去追求兒子 但追求兒子 又不是別人說什麼 想什麼 你追求兒子 又不知別人想怎樣 你代你男朋友出去 跟西比拉去對質 那時候 你又覺得不好 其實應該是反抗軍的首領 就是代表 其中一個代表出場 但不好意思 她失去了 那我沒有想到 其實斷了 我也當了Cogami 就是代表給特總部隊 那時候的劇情 可以變成了 其實都挺好笑的 我想一下 Cogami 最後一件局 或者這部劇情中 最大的作用 她竟然不去做一個 跟西比拉抗爭的角色 竟然可以跟熔兵打 那個熔兵 作為這個 好像這一季裡的BOSS 就是一個降格之餘 沒有降到一個點 是完全不碰當的 其實朱姐其實是叫做什麼 她想多些人幸福 她都知道 這個世界 不可能全部人幸福 然後 其實她在故事裡 她跟 Cogami 說的一件事 現在那些人 是很信服你的 你覺得你說的 已經是很對的 即是說 覺得跟到你 真的無厭無悔 老實說 對比一個社會 或者那個集團 那些人是幸福的 我甘心為你而死 同樣說 我甘心在這個系統裡生存 其實層次是一模一樣的 你現在就是什麼 朱姐就是用她自己的角度 從那裡 我覺得 如果她這樣 為你一個人而死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太不幸 其實這個是人類演進 你由一個最原始 部落式的 就是對一個首領的 無敗的尊崇 改變成可能日後 一個社會的制度 或者一個宗教的推崇 那你明白就是 她是一個很實在的個體 成為一個很虛擬 或者很不實在的 一個概念的東西 那西秘斯其實正正就是一個概念 其實兩人也很像的 但其實這套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expect說 她跳出了日本國外 跳出了這堆 你日常見到 psychopath見到的人物的關係 她可以有些什麼 新的元素帶給你 其實是帶不到的 因為正正剛才說 這類型的對比 她不會說 她只是keep on 她跟你說 痴咬好似彈倒聖呼 就不會拒絕他跟西比斯來說 而老實說 如果你要說 她似彈倒聖呼 麻煩 即是說 她有些時候 好像說 她是會犧牲某些人 去達成我的事 但我們看不到 痴咬是從來不關她的事 有些人有猶疑 應該說 她做的行為 和彈倒聖呼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我看不到 我看不出 就是 根本上痴咬都一塊為我 喂 你說我似 最重要是說 博士跟朱姐說 我不擔保她 他們倆真的是靠鼓 最大的問題是 博士說 我兩年沒見過她 她現在已經在我推測意外 但我推測她 現在可能會好像彈倒聖呼 嘩你這樣 你都說得足夠 先彈倒 你先彈倒 不一定是外事 我覺得沒事的 是不是 彈倒在三個筆下面 還是她有問題 甚至可能不一定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剛才之前 很早的時候說 喂 現在在外國國家 你不是在西比斯系統底下 你現在在英國 你如果在這個社會底下 你跟我說殺人是犯法的 那OK 但可能在原始暴落裡面 殺人是不是犯法的 很平常 你用一個現今社會的標準 去跟原始暴落的規則說話的話 喂 兩邊是沒得比較的 你那樣東西叫干涉內政 外國勢力入侵那些叫做 嗯 沒有啊 Korgami此 這個腎島唯一的地方 就是所謂對方都有很多領袖魅力 那些人肯聽她說 我心想 喂 腎島的特點不是領袖魅力 領袖魅力的人很多 在世界 他在於是他有那個魔性 令到那些人 他可以不擇手段 而那些人敢願犧牲他 他是扭曲了那個人 他自己本身的意願 他的本來是完全消失了 只是什麼呢 只是譚島聖滬說什麼 他就會相信 但這裡的人 其實就不僅 譚島聖滬說話 還會說 將那個人 他的慾夢 發揮出來 潛在他不想做 不敢做的 他做了 他很想做 但他不敢做的事 他會 將他無限擴大 培大了他 如果你用一個更學術的說法 其實他就是 將你這個人 在生理上 或者社會認知上 你對人 個體行為 所做的事 的判斷 那個限制器拔掉 即是你這個判斷 可能是殺人是錯的 但你不是很想做人體藝術的嗎 即是他會偏向 將你那件事解放出來 或者心理學講 其實將你的自我 和你的超和解放了 你只是說 說的是本來 本來就是忠於欲望 但問題來 你看看 慈禺在做什麼 他叫你爭取一個 生存 保衛自己國家 建立一個 正常的政府的權利 沒有這些事情 而且問題就是 是那些人 是那些人找他的 因為那些人就說 我要對付無人機 你又 你 你對付無人機 你很厲害 慈禺說 喂 那邊請我回來 我也是想在這裡 少住一段時間 但他們既然的offer 那麼好 那我留下 喂 這些找工的事情很難說 你哪裏找到這麼好的工 喂 你這樣而屈我說 我像彈到聖呼的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沒有的 其實Kogami 那裡有領袖的命力 他那種領袖的感覺 是說他自己有行動力 所以帶到周圍的人 都一起跟他 跟著他的行動 可以一起去作戰 這件事 第一季一開始已經有 我不明白 這兩位 即是朱姐和教授 都很驚訝 而朱姐應該怕那件事 不是怕他自己彈到 是怕他掛著彈到 OK 他在這一個 哈哈哈哈 他在這一個 跟這一個 和容兵決戰的時候 心裏面都是 彈到他旁邊 你也是 你也是 跟我有點相似的 不是 應該跟教授講完之後 他自己各國都有個想法 你要明白 一定要出國去找那個人 在紙咬 受草重傷 追容兵的時候 倒地的時候 誰 鼓勵他再次站起來 是彈到聖呼 哈哈 這個才是朱姐需要害怕的地方 所以其實朱姐心裏會覺得 不行 他在心裏已經不再屬於我 我要在他面前出現 才來他跌得起我 這樣 太久不見面會離婚的 我明白 是啊 那個位置就是 彈到聖呼 是叫什麼 他根本上 紙咬的時候 已經叫做什麼 整個人 根本上 沒有體力 再支持他 去追這個 容兵博士 然後突然之間 彈到聖呼出現 然後 激勵他 像他的 有什麼像他呢 其實 他們只是很了解對方 但不是像他 這個也是 他們說 他們是很了解 這兩個人是深深了解對方 因為他們的思考方式很近似 他們能理解對方 但他們的行事作風 是兩個不同的人 我的結論就是 朱姐和教授 是覺得 Cogami 是像這個彈道 是不瞭解對方 Cogami是很了解他 這個是錯 這個就是Candy在那裡 還有我發現 我看到最後 其實為什麼 這次要移私去國外 去到這個 柬埔寨里比一道 是 東南亞的地方 去開這個都市 講一個所謂的西北亞系統 因為其實最後 這個故事 根本就不是講西北亞系統 因為那個地方裡面 他用了西北亞系統 那個mode 講了那個 模式 好像是這樣的 其實裡面他自己控制了數據 是說那個敵我紛爭 就是用他的方法判別 所以他就可以受騙了權利 他好像是直接改造了那個系統 那個系統的判別性 不是 這個假裝不知道 我假裝被你控制 對他來說 其實西北亞系統 他講得很大意留言 是商業廣 我就一早知道 你們是想這樣做的 但是你們這些窮人 我就將計就計 將你們集合在一起 然後一次過簽滅了他 他的講法是什麼 就是 他這裡裝了西北亞系統 在這裡 但不是完全裝了 他主要裝了就是 無人機 和街頭的scanner 但問題 他判斷那些 的犯罪指數 就靠那個scanner Scan完之後 送回到日本西比斯 那裡檢查 但問題是 普通人 就可以分到那個人 是有罪沒有罪 就是靠那些正常的 Cycopass 這裡的軍方 就將他們 本身 那個敵我判別的 機制 那個系統 混進去 於是 基本上軍人 就不會被scan 所以結果上軍人的數值 全部都是假的 剛才阿姨說的 就是個過程 但其實結果 就是說 西比斯系統 一早就知道 這是一個局 他應該是 特意施了一個局 出來 就是等這班人說 你們有得你們亂來 你們 我最後一鋪過 就殺了你們 總之西比斯系統 就是 他的目的就是 要他們那邊的人 建立了那個 樂園 樂園 就會 殲滅其他軍方 你已經控制那個地方 這裡說的是一件事 故事裡面 也強調過一件事 說的是 他們追求的是最大的效益 在西比斯系統裡 他是不解這個 側外面的世界 為何要這麼多分身 對他來說 只要導入我這個系統 沒錯 我不是說沒有犧牲 但我可以犧牲最少之後 就達至了 你們理想中 你們認為的和平 就算這個和平 出來的話 是會有人感到不公平的話 但是這個數量 遠比起就是說 在你們紛爭底下 的死亡人數 是更加更加少 當你一個政府 去和軍閥打仗 你打仗 你打仗多 正常你快一點都會高 還是 我的手會不會點握這手 當然找人做了 這樣做完之後 你快點握這手 一定是 我又安靜的手腳 你以為快點握這手 還是給你管 也是 幾好嗎 一斤兩 不是 其實我都拿了 所有的東西 你打仗多好嗎 不過也挺好笑的 其實 在這個故事 去到最後最後 如果不是 雙月美街出來 跟我說 其實這個一切都西秘 在日本已經知道的情況 一他不會派朱姐去 二 朱姐有時候也會派人去救他 還未到最後一關 就是等到軍閥的運戰 亂了 整個統治之後 才派人去整平 現在都這麼快 因為救朱姐 而派他去衝殺軍閥 那就是蝕了 而最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在說 始終在說 你是一個 國與國之間 的一個 政治遊戲 難聽一點說 這個國家也在說 是軍閥主導的 有軍權的人就做事 而 只要 神谷大衛還是教的 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 尼阿寒議長 他們 合謀殺了他 然後 那邊也知道 他說 我是引入西秘西秘嗎 利用你的資源 去迅速地 壓制其他軍閥 然後 我是沒有想過 引入你的系統 然後 如果他 我們 我們 其實談完之後 我們還是不引入你的系統 這個系統 西比斯系統是無能為力的 現在 這個國家與國家之間 說 如果你派機過來 就是你 你虧了 之前不是復訪過 指教他覺得 沒有理由 軍閥獨裁開 獨裁開 為什麼會給西比斯系統 因為 在西比斯系統下 所謂的政客 或者 全部 其實是無權的 全部就是系統 於是他就覺得 你引入外系統 你拿來衰 一兩年後 你就應該打了 誰知道就是沒有 我知道這個原因 他派珠姐過去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知道 西比斯系統 我舔了 先要用這個前線去想 他舔了 然後 朱姐作為一個 搞戀別人的思維方面 的確是有一手 他派了他之後 其實老實說 今次這件事件 壞了的原因是因為 我現在就把外交教大臣過來 你想殺他 那我為了保護我國家的權益 我對你 情有可原 不是他需要一個理由 所以 朱姐就是那個理由 我只能夠想 看完整個電影 你到後面那部 編劇總是要說到西比拉全知全能 一切都是他計算之內 就取個權 但是在這部分之前 我在想 其實既然故事 跟西比拉的犯罪色相 所有的東西沒有關係 這一套已經不是高科技犯罪 最多就是不誠實使用電腦 OK 你只是改了裡面的數字 其實鏡花說的那件事 在一季結束之後 就必然存在 是不是 因為這套最大的問題 我們最期待說到的 第一件事 當 正如阿芷亞所說 某程度然 西比斯 都是一班老 都是一班老的判斷 跟人質的議會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像北韓那些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問題是 當一個獨裁者 引入另一班獨裁者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獨裁 對獨裁的鬥問題 於是就 西比拉吃了這個 你可以當作解決 但其實他的筆密不深 也沒有帶出 兩個獨裁帶出來 會有那個碰撞的東西 其實他沒有說過 沒有 我就是這樣覺得 他開個劇場班出來 我自己 作為一個 算是這一套的小小的粉絲 對獨裁帶出來 好 我期待他會繼續說 西比拉的問題 他探討人 和獨裁的智慧 如何有對抗 如何影響對方 其實他回避了 整個問題 其實跟西比斯已經沒有關係 我或者這樣說 這件事 因為剛才兩位主持 都說過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 即使西比斯 你說有一班老 集合在一起 但是這個西比斯系統 我們其實二季都問了同一個問題 究竟是怎樣運作的 他是由機械 即是由一個程式 絕對主導 去運用這些大佬 去做思考 還是其實是這些大佬做思考 錄一個決定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究竟是 好像IM所說的 其實只是一個獨裁 還是 他根本上就是什麼 他是一個 用一個超人的角度 雲觀地去看這個人類社會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他是這一種的話 其實就等於 做了四季的 有一套 PASSION OF INTEREST 嫌疑犯 就是說 那個系統 他會偵測到 就是 那些人的犯罪 就是說 他有可能會犯罪 但是他未必會犯罪 總之說 那個系統計得很準 你99.99%一定會犯罪 還有那0.99% 那些叫做偶然 但是回到這裡 大家要退回到第二季 當第一季尾 他已經跟你說了 哦 西比斯就是一班老 那你未明白的地方就是什麼 究竟他們是投票啊 計百分比啊 還是有幾個 Leader去做啊 還是什麼呢 但是到第二季 你就看到 當 那個童人 說了 哦 我們怎麼偽造一些PASS 我們換一些器官啊 那樣那樣 那你就發覺西比斯系統 不知道為什麼又會認同那些 身體的一些DATA 那其實這件事好像更加模糊化了 那但是你說去到這裡 他某程度然 劇場版是更迴避了這件事 就是你看到他提CYCOPASS這件事呢 除了講軍人偽造那裡 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所以其實這套東西 如果你連CYCOPASS這件事 不在那裡加入呢 你純粹只是運用西比斯的系統 那但是問題是 你用西比斯的系統 apply到這個地方那裡 有什麼效果呢 我會這樣說這件事的 CYCOPASS的指數 根據指數去判別就是 那個人 他現在究竟 就是適不適合在這個社會 會不會對這個社會做出危害 但是其實這個只是一個指數 就是告訴你 90% 有時候 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三百幾 那樣 潛在犯的 潛在犯都是百幾 他也說了潛在犯的意思 他有機會會犯 但是他可能是不會犯的 這裏也是 如果你放諸這件事 OK 你當日本 他混陷了 OK 是這樣的 但是這一套理論 是不是放諸四可二皆盡呢 尤其是可能是一個 他也說過 我現在是一個叫做軍閥國巨的時間 人 為了生存 就一定不會殺人 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時候 你那套CYCOPASS指數的理論 是否適合在這個環境裏面 是作為一個合適的計算呢 其實他是沒有說到的 所以我也同意 就是 這個CYCOPASS指數 其實一直這套東西的核心題是什麼呢 究竟人 人性 是不是可以數值化 如果你是可以數值化的話 老實說 我覺得 三百幾 那班人 就算是劇場版三百幾 那班人 他們說 如果他們做的劇情 他們做的行為 其實是 可能殺人不眨眼的 但其實他們說 我是為了這個國家的 因為他們說 我也是想 火燭這個和平 讓多些人可以幸福快樂生活 不過 我用的方法 可能殺的人更多 但是我起碼 令到有一部分人幸福 可能出發點都是善的 其實都可能是 就是 你不可能說 每個人 可能做的事情 連一些善意都沒有 至少在他的角度來說 他是善的 他會覺得是 這個CYCOPASS 所以我也沒得說 還有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正如所說 當你由一個日本社會 跳去另外一個社會 你可以最好做的效果 就是那個比較 反襯你 但以新的故事的東西 對比日本又怎樣 或者日本有什麼流幣 問題來了 當你執行官也好 搜查官也好 我當你那些 常守諸這些監視官 不過一百的 沒事的 然後有些 執行官那些 就過了一百的 但是這些軍人 三百多 那他不是應該 又會有些 FILTER 怎樣呢 他又沒有再帶出過 這個系統 在這個社會 怎樣實行一套 新的機制呢 因為你就算有無人機 你都不能運作 其實他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沒有說 而更深的是 他又說什麼呢 有些事情我自己 expect 看到的 因為Cycle Paths 故事的角色 其實他們那個 關係是很公視的 那當你跳到一個 新的社會 反抗軍這樣說 其實我有一些 可能他有些 說一些家庭的事情 如果你把Cycle Paths 的指數 混入去 可能說一些 家庭關係裡面 會有什麼影響的 Factor呢 其實他沒有說 這個不是必然的 但是他沒有從Cycle Paths 在Mars Detect的人種 那裡 expand下去 亦都沒有作一個 制度上的比較 所以我想說的 就是我想看的 任何事情都看不到 或者這麼說 在這一套 裡面 我看到的是 這個國家的人性的光輝 就是什麼 有什麼光輝 在哪裡 做肉燈 首先 這個國家 是不必然的 此咬之立即 可能很薄 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 我最看到的人性 人性光輝是哪一部分 就是 齒咬追著那個 熔冰的 BOSS的時候 之後 正正快被人夾到的時候 他把他拉出來 這刻 我覺得 他是在追著你的 然後他救他 然後 齒咬起來之後 跟他打過 你覺得 這個 這個 日本人 老實說 是 真的沒有朋友 你錯了 叔叔 我喜歡你 你身手很好 你做我奴隸 你做我小孩 而這事件就是 一開始 齒咬被捕捉的時候 然後 那個熔冰的大哥說 懂英雄 做英雄 他一開始說 不殺他 就算他上面的 頭說 不行 我們兩個都要殺 但是他沒有殺齒咬 還要發貴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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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有才能的 你跟著我 這些 張了 這些簡直是 沒有人可以過我見位 然後 就算 朱姐那邊又怎樣 就算 神谷上校那邊 他也是說 其實我不馬上殺你 因為我知道 我殺你之後 就會影響到這個國家 他多麼為這個國家的人民 謀福祉 他不馬上說 我偽造成意外 然後還可以屈西比斯一筆 令到這個國家 可以有多格直升機 沒錯 多點資源用 真是 首先我要說一件事 有馬兒 他不是做奴隸 OK 他不是找CALL GAMING做奴隸 是做戰友 還是做隊友 這是有分別的 我想說這是另一件事 所以 剛剛跟我補充了之後 我突然覺得自己要反省 因為我發覺 我看錯了那個傭兵隊的隊長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人是不夠格的 因為我覺得他不夠格 就是他作為這個被CALL GAMING去打的BOSS 他上一個 CALL GAMING掛著那個人 是神島 神島 神島有魔王的魅力 在裡面 至少在第一季裡 這個人是沒有的 我覺得 那我是覺得 為何這個PK 為何堆砌他 是有一個很有學識的人 就是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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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事是什麼 最好事是他在那裏拋了書包 很有知識的殺手的時候 我的反應都跟我成為一樣 你有蜜蜜 這句要說重點 CYCHO PATH裡面 或者虛冤的作品 很多時候會穿插一些不同的quotation 一些文學作品也好 一些不同的人物 拋書包他經常都有 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要是開頭拋的話 我覺得沒問題 你插到劇中拋 你跟那個故事有一個明顯的相關的東西 其實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劇場版 它涉入一些類型的東西 涉入哪裏 博士一開始講的那些東西 傭兵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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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那個故事有一點好像不太有關 所以I am力那個重點 就是第一季 拋一些沒用的引文進來 拋的書包 是有context的拋書包方法 就是有那個 底蜜在裡面 你看到是跟那個案件 跟那個社會發生的事有關係 這裏是沒有的 傭兵一開始 正如你的淫屍作隊 你不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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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所有人的理念 其實是很奇怪的 只是憑著我自己那一套 我就覺得你們就全部錯了 現在就 而核心的理念 西比斯系統的東西 他是完全 是把它撇除了 沒有說過 避開了 就是告訴你 西比斯系統其實就會 在其他國家眼中 他是一個很和平的系統 他好像是很高科技 這樣的東西 其實僅此於此 你看不出鏡 就說 因為好像其他國家 對西比斯系統沒有一個 好像說 很大的抗拒 或者是很激烈的反抗 除了那群 齒咬的忠實粉絲 那群的反抗軍之外 齒咬的始終 他知道西比斯系統的抵運 其他國家的人不知道 其他國家 只是看你的業績 日本用了這個系統之後 很和平 好像這個系統做得東西 而其實 我想大家 聽眾也會忘記 一季的時候說過 在外面的糧食供應 其實是很不穩定的 就是西比斯系統 如何完善這件事 然後 改造那些小物 最後打 蜜田 賺蜜田 然後我就說 老實說 如果劇場版 其實我想在外面 究竟有多艱辛 但是外面 我看不到那些人 有多艱辛 你看到他們在鋸爬 我想說 就算是那群 很窮那群 不知道是貧民窟 還是那群 反抗軍裡面的基地 他們用一些豪華的食物 他們正在祭神 好像不是很貴 香桌 我明白 可能祭神 這件事 需要給最好的東西 可能他們很辛苦才拿出來 但是那個慘烈性 我不太看到 第一 知不知道當年送帝被下來的時候 那些人很誠心誠意拿出來 是一堆雜語 雜語 真的 你說什麼雜語雜語 好像被Dominita打完 不是 老實說 你這個理由就是 我這個國家 現在 真是貧苦交逼 西邊的系統 伸出善意的時候 你只要引入了這個系統 包飲包食就沒有問題了 鋸爬的話 偶然都是一餐的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吸引 可能有些民主 在國家裏面覺得 不行 我們這樣是被外來勢力侵佔了我們的國家 我們要反抗 哪怕我們窮 哪怕我們沒有食物都好 我們都一定要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來得合理一些 現在就是引入了 那些人就好像沒有問題 有些人隔壁住黑人公那裡 好吃好住 其他人就不 尤其是有一節裏面 就是有一個人很想進去那個海上都市 那個人 如果他是一個瘦到堅硬的 那個人說 你給我一些東西吃 我覺得這樣更合理 他就說 我想進城 然後 然後就被人拔了 我說 那時候我想起 是喪屍片 真的 這個人是中國的喪屍片 你現在這樣 就是 摘了玻璃 我想再說一點 就是 這套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白兵字的場面比較多 這個是真的 那些作畫是OK的 但我覺得很可惜的 就是 第一季好 白兵字的場面只有一個 只有Kogami和阿神 在那裡打 但那裡是很體積的 因為那部是有氣氛一點 那部是感覺到他的身死相搏好一點 I mean 作畫這件事是可以好 但如果你整個劇情擴充得不夠好 還有那個atmosphere 對 那個氣氛那裡做不出來 你看他們在那裡打 那些全部都是黑蚊蚊的 那就差很遠 問題在於是 我覺得你說 有幾場白兵戰 會不好看的原因就是 第一場就是 齒咬跟他說 跟豬仔說 放心吧 我不會死的 然後就被人打沉了 然後就 然後 為什麼不會死 他又說 等一下 不要殺狗 劇情 劇情他說了 他不會死的 大哥 所以結論就是 我覺得這一套 基本上簡直來說 除了這個角色 是讓大家消費一下 看到那些人終於回來了 很掛著 Cogami回來了 讓你配一配對 和Cogami可以配上手珠 你喜歡配神多也可以 喜歡配耶座也可以 你看三個配對都有齊 還可以配死了那個阿Sam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人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個人叫做耶座 一開始就說 耶座好像很想去見 Cogami一面 他也撿他一劑 他們有肢體 整個交流 你明白嗎 我是不理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忘記了 為什麼他要撿他一劑 這些男人的情義 你不明白的 你懂得 不要亂說 最大問題就是 來到之後 然後他就說 阿姨和Cogami說 你不要給太多的負擔 珠姐 然後我說 什麼負擔 阿姨對老公說 不要對大普太多負擔 明白嗎 而且 而且問題就是 阿姨和Cogami都在拘捕 他找我 不是我找他 阿姨和耶座說 你不要給那麼多負擔 我好不好 你四天出去找那麼多人 知道大普擔心嗎 你有空回來探討他 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逃了分了 我就不想找珠姐了 我已經走過來外國 你還派珠姐過來追我分 你不要給我多負擔 好嗎 然後他找到一招 那一招 好像說 你很有意境 我真的無法打 我真的無法打 那一招 那一招 是為 之前的齒咬 撐他什麼呢 我只知道 就是他 齒咬是幫他 挽回了 他和他 和他爸爸 之間的關係 雖然他爸爸最終死了 但他爸爸死也不關 那齒咬事 那這一招 究竟是什麼 沒有 對 那時候一開始 為他打他一拳 就說 不行 Core Gami現在變成一個罪犯 我不可以接受你 幫我打他一拳 但是他看到 其實Core Gami現在已經不是罪犯 但他仍然要打他一拳 很明顯一些都是想打就打 一些肢體上的交流 耳拳的交心 都是懂得調貼的 當然 我最懂得調貼的 我最懂得調貼的一件事 就是 我發覺原來這個雙月的佈局 真的很微表 原來Season 2 是完全零存在意義的 一套動畫裡面 我發覺 有意思的 你不是在Season 2 誰知道 Core Gami那麼囂張 他主持人那麼大聲 雙月那裡再說 但我想說 兩位去到最後都不死 那兩位執行官 有一個紅頭髮 那個叫什麼 初河 對啦 他的對白是有沒有 零句對白 他有射過一槍 是 BGM 零的存在感 和零的氣氛 還有一個更加忘記了 在青柳調過來那邊 青柳調過來那邊 連名字我都忘記了 有沒有對白 沒有 有 好少少 鑑士官 他的一句對白 有一下的存在感 有一個的氣氛 當然 不是所有二季的角色 都是沒有用的 我發覺雙月是非常有用的 你明白嗎 因為雙月那個 不知道囂張些什麼 去串這個 常守諸葛的一幕 我是很深刻的 因為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完全有 我代入到自己 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有一個新人 他入職一年都不夠 他上位 爬上了高位 跟你同一個職位 現在開始串你嘴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拆鞋症 他有一個馬屁症 我現在拍馬屁 拍到西比拉 這個好碼頭 你還不是串你轉頭 一開始你刻薄 我看到辦公室的黑暗在裡面 我真的看到 真的 你回到辦公室 不是 如果不是很有趣 當你看到 雙月囂張拔湖那個人 然後就是什麼 你會想著 豬仔究竟用什麼對白去反擊 然後豬仔又說 我們說正正事 你呢 就和我守住這裡 和我殺殺人 我就去逐人 然後呢 是把話題停止了 不是啊 這個是已經是一個下謀 我不管你有幾個道理都好 你現在要聽我的命令 是啊 然後然後商業 完全要讓他知道 商業誰才是阿頭 差了一句 做事還要站在那裡 然後然後商業 剛才囂張報告 他突然沒有人 沒有人 突然間有一個無表情 他說 收到 然後他說 喂 我 很明顯 很明顯 是錯一錯商業 這樣 這些就是做人 這些就是氣勢 還有做總之是什麼 我看到商業那部很囂的一幕 我是情不自禁想回 第二季第九集的一幕 這個社會真是很好啊 他那個分配的樣子 在我浮兒面前 所以那一幕我都很滑稽 而那部是 完全是表現了豬仔的一件事 在這樣的時候 等同一個鍵盤試試 突然間 我當然是不說那一件事 我當然是說另一件事 然後 到下面那時候 完全是沒有理會自己 究竟上面在那裡犯了那些錯誤 然後就囂張拔會 跟那位行議長說 你這樣獨裁就不對了 然後 講了一大輪道理 然後我覺得 喂 不要這樣啦 他拆了 要去找你兜花 立上公司 抹了這些東西 要不然要去日本 所以其實 我都覺得 西比拉都很慈愛 他有武姓 你見不見到 那沒用的 西比斯也是被阿朱姐拼到的 是 是 我作為觀眾 就不知道被誰拼到 當然是 上完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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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 知不知道 我雖然發到日本 尺女就發本再塵你 知不知道 或者這樣說 現在整套Cycopass的劇場版裏 他沒有讓我看到的 一個是 一些伏線就是西比斯系統 在背後搞的什麼 我們看不到什麼端 至少就是說 你就算在開始說 叫阿朱姐進來之後 叫商業進來 然後就說 起碼讓我們知道 有些端勵 究竟在做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當你在一季 有彈奏性 或有恥牛 你最初看到OP 都已經說了 兩個男人的對決 朱姐其實算是 第三者的角度 或是觀眾視點 他確實是第三者 那你去到第二季 兩個以權交心不在 變成以朱姐做視點 其實出現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朱姐他的特點 為什麼會被西比斯這麼認同 或者覺得這麼有趣 就是什麼 他怎樣搞 他的Psycho Path 都不會動的 或者我們用一個 反過來 用我們跳出這個設定的故事 我們用我們最常說的是什麼 這個人是沒有血沒有肉的 如果用一個沒有血沒有肉的人 做一個主角 而其他的跟班 都是沒有血沒有肉的 都是沒什麼用的 第二季你都好一點 有個奇奇怪怪的東金 雖然都好像沒什麼用 但是你去到這套劇場版 那個沒有血沒有肉的問題 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如果 你人物根本是做不到什麼花樣的 那你連制度內容的穩美 或者expand到它的題材 可以怎麼再發呢 它又再發不到 那這套劇有什麼意義呢 I am 講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劇場版 但他劇場版 我的定義是什麼 他劇場版的前置是 入場的觀眾應該要看過第一、第二季 至少看過第一季 而這裡的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第一、第二季的故事 他們的經歷是沒有承繼下來的 他們就好像剛才 其實I am 講的 沒有血沒有肉 沒有的,我全部刪掉了 告訴你 我只剩下什麼呢 我只剩下一些理論 我只剩下一些理論 我只是剩下一些理論 剩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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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論 朱姐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雖然我們經常拿他來搞笑 但他沒有可能是一個膚淺的角色 他沒有可能是一個 他講的東西 他是有他的說服力 而就是什麼呢 你在兩季裏面 不停強調 這個是優秀的人 但一季裏面 我們看到可能他是一個 道德高地的人 永遠是一個 他是知道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但他不行動 第二季 你再強調這件事 我都說第二季 他就表達不出 到你劇場版 你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翻盤 他都是做不到些什麼出來 那究竟這個人優秀的地方 在於什麼呢 我想你講的那四套 蘭新番 那些什麼優秀 專業的軍人 那些對白 沒有的 他優秀的地方 就是在他追尋 他在過加尾方面 他很優秀 他很容易就找到他 那就是吉田一未登柱 我找老公的蘭姐 打了CPS定位 明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套劇場版 既然他都是想讓 CALL 加尾和常守珠出來 你們兩個搞些什麼好呢 不如一套改名叫 《Psycho Parts 小心得逆襲》 直接拍戀愛片 他出本小說 說他們兩個去一下 威夷小島 其實拍到愛情編 好像樂園追放 就算了 幹嘛要搞到什麼出來 你搞那麼多東西 其實理解不了 我覺得 應該這麼說 本來的題材 其實太死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 這種題材 他提出了一個很神格式的系統 你是很難寫一個故事出來 再去凌駕這個系統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個真的是神 你只能出一個叫神的角色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用一個神線 怎麼說 我是機械 結果論一定是好的 我不管過程 然後現在的人在抗爭 我們覺得過程是很重要的 哪怕結果是不太好 他一直在一季裏面 其實說完之後 我覺得已經是沒有了 這個問題是留給觀眾去思考 不是你再去演出來說 其實我也知道 中間的過程殺人是不對的 不過結果好的話 我也唯有接受 你不需要說一萬次給我聽 如果我是接受的 我是會接受的 如果我不接受的話 你怎麼說我也是不會接受的 沒有這些科幻的終極難題 這些哲學上最大的問題 如果他真的解決了 幫他解肚套 那虛冤真是神級的作家 其實不關虛冤的事 哪怕第二季 我想在座都沒有什麼 誰會否認一句 就是第二季其實不算好看 是不好看 是不好看 絕對先說不好看 不算是好看 今天很明顯 這麼厚度 隨便 但問題來了 第二季有些事情可取 對於劇場版 首先你不要理會東金的事情 因為因為有雙月 不是 他不是雙月 我終點錯了 問題就是 當你第一季 好了 Psychopath解開了底牌之後 第二季他做過什麼呢 首先不要理會他最終劇本 頭幾集 阿彤人做的就是測試系統 看看搜查官可不可以辨識相 可不可以Dominator射回監視官 其實他有做一些事情 是針對系統來做的 但是這套東西其實沒有 反過來你可以想一下 錢咬可不可以把無人機 改成打回那些人 又怎樣 他都沒有做這些事情 或者稍微一點 其實二季那裡 他在說的是什麼呢 西比斯系統 他不是一個神角度的視點 他每個大佬 其實他們都有私慾 所以才會衍生了東金媽媽事件出來 這一個事件就是 其實這個系統 你就會懷疑 因為一季那時候你 judge不到這個系統 究竟是 系統凌駕於 人性 還是人性凌駕於 那個系統 人性利用那個系統 但在二季裡面 他揭發了什麼呢 人性是可以繞過系統 其實我的疑惑就是 究竟是人性 還是 系統 兩件事 劇場版其實你應該是 解釋這件事給我聽 劇場版他暗示了這件事 其實是人質來的 沒有說明 其實沒有探討過 沒辦法的 他只是片尾那裡 最後主席也是以高票當選 那你算不算說了 然後似偶輕軒一笑 怎樣 沒辦法的 你要明白 這本生金蛋 在日本的動漫 當然很難找的 人家就要繼續出來困一下水 這樣就寫完劇場版 通常都是這樣的 寫完一些續集 想不到什麼好寫 就要亂寫一些東西 套一筆得閃中 最要命的一件事 就是原來韓爾長的替身 是免罪體質 然後是Under於西鼻子系統 我覺得 喂 我覺得 腎道那個格調 是立刻Drop了 Drop了是什麼呢 這些免罪體質的人 對我們來說 他們 是傀儡 他們是很特別 甚至我覺得 這班有免罪體質的人 他們的思維 是異於常人道 就是他們會認為自己是 絕對正確 絕對正確 他們說這個就是天道 這個就是天理 而所以 西鼻子系統 才不能檢測 但原來有一個人 是西鼻子系統 我覺得 免罪體質的人 突然間好像降了價 他測不到的原因就是這樣 哦 不關石珠 經常見到的人 應該是平常見不到的 那些人 我只是 你出現這個人 最終韓爾長有什麼特別呢 他是一個西鼻子的快女 如果他是一個西鼻子的快女 不需要面面 西鼻子的快女 西鼻子都告訴你 我不查你了 而且反過來就是 齒亞提出了一件事 常守珠的價值是什麼 你看一下這個獨裁者 他的cycle path是什麼 但問題是 最後他用了一個這樣的方法 他的體質是零的 他根本就是 硬用了 設定上面有一樣東西 叫不免罪體質 就迴避了這件事 那你這套東西可以說什麼 沒有東西可以說 你自己都收好自己的皮 然後跟著就是 因為 珠姐裡面 一向都說 珠姐 我們兩個裡面可以說 珠姐是不會用武器殺人的 只要把衣服對著她的靈 話說她自己的朋友死也好 其實 我這樣說 在今季裡面 有可能聽到 她的朋友說結婚那一刻 主持人家崩潰 我不明白 我是想說 是不是 她唯一的另一個朋友都要死了 立了朋友 立了朋友 我結婚 浪費了那一刻 幫我找了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我甚至覺得 那個男朋友難道就是這次的犯人 其實那一幕有作用的 表示給你聽 珠姐面對好朋友結婚 自己都還沒結婚 是保持了陣子 所以就要追兒子了 這套真是辦公室的喜劇 這套真是辦公室的喜劇 那一幕唯一的作用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那一幕有什麼作用 你會告訴你 告訴你 這個psychopass 社會滲透到每一個都過落 不論是職業的識性 幫你找這個伴侶 所以是這樣的 他應該告訴你 聽psychopass是多好 首先是一個女朋友 那psychopass就先給了一個女朋友 這是一個獨立的福音 應該也是一個 似乎挺好 我也覺得挺好 我也想進去 所以其實這套東西 我覺得 他不要再變私下去了 我認真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劇場版 根本上他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商業價值 在裡面 究竟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或者有什麼 觀 有什麼 看點在裡面 其實是沒有的 整套東西裡面 真的逼著要搬 老不死的恭喜進出來 你的動畫 不要為做而做 我覺得這套東西 甚至是什麼 其實虛妍說 我是想聽一下 聲優講英文的能力 沒有這樣 這個 是挺好的 關子日 關子日是OK 我想說 宮野我真的覺得 神谷是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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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關子日是一部分 正常的 日本人講廣東話都聽得懂 沒什麼的 很正常的 他不是講廣東話 所以這套東西唯一的項目 就是 其實虛妍就是 其實我想約代一些聲優 其實是不約代的 因為那些聲音一定會切過 你看安倍 在美國國會演講 你覺得聲優可以說得好 我手上嗎 我不覺得好很多 一定是切過所有的 我知道 他配音的過程 就是在NG裡面 NG幾次 沒有 沒有關係 你講不準 沒有關係 你這個人在聲優 神經病就虐待 OK 明明都講不準 就要講得準 唉 真的 我覺得其實 也是很詭異的 想去表達就是一個外國 然後問什麼 我可能會說 你是不是全程講英文 但問題是 他們有翻譯 然後說 我有神奇翻譯歌 不用神奇全都講英文 才知道 那一刻 我那一刻是嗆了嘴 那一刻是 其實一開始就用英文 對 一開始就用英文來幹什麼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 看動畫的第一法則是什麼 所有語言 這個世界真的只有一種語言 你不明白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一心卡還沒教到台 你收不到那個地方 你不能用那個翻譯系統才知道 現在在錄機 現在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如果我看什麼 我可能聽了很多英文 我聽了兩分鐘幾三分鐘的英文 然後我說 難道整套東西都要用英文 你虛擬要做了荷里活 要拍到英文的面子 我真的在看荷里活片 然後說 如果聽到全部都升了一個英文 我覺得OK 沒有 Can I speak Japanese OK 甚至一開始覺得 是不是相語言版本 其實我們聽了英文語言版本 可以調回禮音 但現在 那裡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那裡我覺得不知所謂 你弄拍完 然後說 其實好像說 其實我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先開個翻譯機 然後 這樣說 這個橋段有意義嗎 這個橋段沒有意義 可能插入式廣告Apple Watch 這個就好 產品 placement 所以 現在整套東西 我覺得算了 老實說現在虛淵路 那些故事 赤露戰機 可能叫做多產了 你見到那個質素 Cycle Pass 應該就是他自己認識 當然他說 異怪不關於他的事 我不知道劇場版不關於他的事 不關於他的事 其實你見到 就算你 劇場版他跟一季差不多 半個黑痕 那一班監督回來 大家的味道圓 差很遠 其實我覺得不關虛淵時 是常常選擇他寫 寫什麼 那他這個名字 你明白現在 日本的動畫界 想所有編劇都改名為虛淵員 其實 最好每一個編劇的名字 都改名為虛淵員 原作虛淵員的角色 虛淵員 所以虛淵員 虛淵員都很難做 你明白 Staf Road同一個名字 不是只有星球才有 整班同一個人 所以你明白虛淵員都很難做 有時候等同於Gundam 每次都是掛了虛淵員的名字 大家的虛淵員說 掛了虛淵員 那是一個公司商標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 在我現在的角度來說 到了現時為止 虛淵員的元朗這個名字 已經對我來說是沒有好照力 我只是當它一個平常 有一套新作品 它是寫著虛淵員案 但是我不會先期待 那不如刮少多的虛淵員 我覺得好一點 不如刮花田十塊 那有漢頭 最終你會猜 你會猜 你會猜今次是雷還是好看線 你會猜 或者雷得來又怎樣雷發 那也有漢點在這裡 所以整體上 這套東西現在做出來的感覺 都是一套荷里活的動作B級片 不過是沒有了情慾橋段 你如果當兩個男人 抱著一塊都是情慾橋段的話 那算有 那些是肉搏 他們埋身肉搏 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是可以拍續集的 我唯一想看的續集 是商業做主角的續集 但你都即時全部人理會了 那些看完 我看到 但我真的很想看商業 如果是商業做主角的續集 會是什麼 其實他只能夠用豬姐 我知道 豬姐又不敢寫 他有進一步的行動 這傢伙應該是見不到分的那些人 你不要這樣 憑他的西古華指數 還有這樣的個性 我實在說 誰有兒子肯賣 西比斯是這樣說 老實說 我覺得西比斯說 如果要人類滅亡的話 這個真是憂罪人種 西比斯要先煩惱 選不到伴侶給主姐 西比斯是破綻在這一套 你真的選不到 你選到給他嗎 教授 不會 不會 不看也不可惜 其實 這套東西對我來說 西比斯這套東西都是說 去到一季的完結之後 這套東西就真的已經完結了 是看著恥爭 向著未知的世界進化 常守珠流在這個 制度下的體制裏 期待有突破 就是這個故事最終的完結 二季和劇場版的東西 大家可以其實忘記了它 甚至我覺得reboot 對 相約做主角 我真的很想看這個角色 在這個制度裏面可以做些什麼 我真的很想看 做外媒家的辦公室 可能挺好看 我覺得挺好看 辦公室政治 很科幻的辦公室政治 對 對